比亚迪琴L续航挑战这件事啊 目前为止全胜 没有任何人敢挑战 有个别人两个啊我要挑战这个那的 你挑战的破车型 官方都没宣布到2000公里 你怎么挑战啊 是不是你改装了 改装的不算 还要拿什么奇瑞这个那挑战的 你是不是傻 别哥们走往外拐 驾胖往里走 像那个那什么似的 听懂吗 像某企业似的 规则是面对核子核进口 咱们要团结一致 打倒核子核进口之后 他们的市场份额拿过来 国产车就可以吃的饱饱了 产品那么落后 没有技术 各方面都不行 还是帝国主义的企业 为什么要给他们送子弹 听懂吗 你要撤好 我一句话都不说 车啥也不是垃圾 鉴于你们没有能力挑战我们 那好 降低标准 谁能在网上查到 任何一家核子核进口企业 上市的车型 只要他官宣布 这个车超过2000公里续航了 我马上给你10万块钱 听清楚吗 就这么简单 找吧 打个比方 比如BBA的某形 日系车的某形 他官宣了 我这是量产车 我这个车 我公开上市发布的 我续航超过2000了 来找出来 官方的 说的 或者是什么汽车媒体 什么说的 来 找出来就给你 不用见面 不用比赛 你能找出来就给你10万 来吧 给你们机会 别告诉我 你都不会上互联网搜查一下 是不是 别告诉我 你都不会搜索 听懂吗 给你这么低的难度 依然是国产车物 核子和进口车 啥也不是 一个能大点都没有